在驾校学车考驾照的心酸时 想必每一个老司机都经历过 大家为了学车 冬天冷着夏天晒着 说起来都是一把心酸类 科目一科目四是理论知识 考起来问题都不大 就是科目二科目三 需要实际操作的部分难倒了许多人 想当初小编我也是过来人 在驾校经历了9981难才修成正果 不怕丢人的告诉大家 小编号是整整两年才把驾照拿到手 这中间的曲折故事 我都能写一本书了 学车不易考试更难 狗急了也会跳墙 面对血淋淋的考试 大家也是各出其招 想方设法通过考试 今日浙江温州的一位大姐 在科目四的考试现场就铤而走险 用作弊的方法企图通过考试 大姐不知道从哪搞来了一套电子设备 无线耳机微型摄像头 别说装备还挺齐全 大姐将摄像头含进嘴里 微型摄像头再将考题输送到场外 外面接应的再将答案通过无线耳机告诉大姐 整套动作一气合成 然而大姐在考试作弊的过程中 因为绝嘴的这个动作实在过于奇怪 所以吸引了监考人的法眼 所以作弊已失败告终 交管支队车管所取消了大姐的考试资格 并将她之前的考试成绩也一并取消 除此之外 她一年之内不准报考驾照 我想大姐此刻的内心是几近崩溃的 一年内都不能再报考驾校了 这就很悲伤了 然而更悲伤的还在后面 驾考新规又出来了 科姆二科姆三的各个项目又有了新的改动 在原有的基础上 科姆二的倒车入库 还有侧方停车都有了时间限制 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考试 否则就按考试不通过处理 侧方停车和直角转弯也需要开转向灯了 不仅如此 趋向行驶要开二档过 还有别的新改的规矩 小编就不一一列举了 大姐为学车一路过关斩将熬到了科姆四 却又因作弊一夜回到解放前 看完这些驾考新规 我猜大姐已经要告别驾考生涯了 大姐在驾考中作弊的例子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尤其是在准备报考驾校的朋友们 不要搞歪门邪道认真学车 去当马路杀手 做一名合格的司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